7月26号 法国华人卫视与爱舞空间联合主办的 TVUni Numan Home文艺演出 在拥有百年历史的玛丽贝尔大剧院精彩上演 爱舞空间的学员们在爱娟老师的带领下 倾情呈现中西舞蹈艺术的精粹 演出通过纯粹的舞蹈表演 通过风格多变的肢体语言表达 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在这场晚会上 东方的舞蹈艺术与西方的古典建筑相结合 观众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官盛宴 本次表演剧目涵盖了温婉的古典舞和动感的现代舞 为中华文化交流与碰撞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于观众来说 精彩的演出赏心悦目 对于演员来说 参与演出的过程也是一段宝贵且难忘的经历 很激动吧 因为你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 然后有这么多的人 还有专业的打光 还有拍摄 就会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以前可能就是上台表演的时候 就只有观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一次就特别的大一样 就是不一样 下午四点钟已经开始化妆准备 台前十分钟台后十小时不止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次活动的组织者爱舞空间的负责人艾娟老师表示 从舞者到指导老师 这样的身份转变也带给了她很多的收获 特别感动吧 因为以前都是自己在台上表演 可能说对于我们专业舞者来说 可能舞台就是比较习以为常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 可能喜欢舞蹈 但是没有走这个专业的孩子们来说 每一次的这样的舞台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历练 而且也能够我觉得通过这个舞台的机会 能够让大家凝聚在一起 就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大家为了这个 为了一个完美的晚会去准备 大家去练舞 去准备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收获了很多 也感谢这个华人卫视对我们的支持 法国华人卫视是这次活动的联合主办方 作为法国当地唯一一家中法双语主流媒体 电视台将为当地华侨华人提供交流平台 并始终致力于搭建中华文化的展示窗口 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应该有三方面的意义 或者说是三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发现自我的过程 我们知道今天到场有很多是舞蹈的专业人士 也有很多舞蹈的暗号者 相信我们主办方应该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平台上不断地去超越自我 发现自我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这是第一个发现 第二个发现我们要发现新人 相信今天在场的观众 没准就是下一次舞台上的演员 同时我觉得这一方面 咱们法国华人卫是应该说大有可闻 一方面我们可以帮忙 用我们的镜头 用我们的眼睛去发现这些美好 去展示这些美好 同时我们也能够去凝聚 与各方的力量共同促成 让这样一个活动一届一届 做出品牌 做出效益 同时最后我们说 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发现中国 或者说发现中华文化 我们知道这个舞蹈 其实它的语惠 它不需要翻译 那么应该说无数的事情 都证明中华文化 在法兰西这块体制上 已经真正发扬了 欧视TV巴黎报道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 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华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